大佛度竹 竹干粗壮碧绿色 甚多结断 美节又于肌部稍微膨胀 形如佛度 优美的庭园植物 中大多处均建种植 和本科 木棉 本地植物 树干挺植 横枝平展 春天红花绽放时 心叶未出 远看泉珠火红 花要用 有清热利尿 解毒去蜀和止血的功效 为五花茶原料之一 种子富有棉絮 随风飘扬 棉絮可做枕头甜料 属木棉科 新亚校友辽静真写道 岭南家木好英雄 花如烈焰烧半空 傲视群芳不须半 离之伟地 亦庄荣 翻木瓜 即木瓜 中大树木境内几种果树其中一种 中药园 新亚香草园 均有种植 夏天结果 以结果时间先后 树木境内你可见到的果树为 桑 果为桑圣 葡萝 桃 桃 木瓜 龙眼 琵坝 木瓜属于翻木瓜壳 小叶琴丝竹 本栽培形与凤尾竹相似 其不同之处在于植株较矮小 高一到三米 干初时颜色淡红 后转为黄色并具不同宽度的绿色纵条纹 小枝下弯 距十二到二十页 种植于庭园中供观赏 属河本科 绿鹰竹 副丛生 干高四至六米 直径一至两厘米 幼石显紫色斑点 书生短硬毛 后变五毛 结下长披一圈白粉 本岗特有种 建于九龙山及中大校园 种名是为推崇 胡秀英博士 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植物学家 1968年至1976年 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退休后仍讲学 研究 编写香港植物制 中华食用植物等专书 现年过百岁 为中大树木计划发起人之一 笔管绒 冬天 笔管绒落叶 细小的绒果成熟 红色到紫黑色 密密麻麻的生在枝干上 惹人注目 夏天 笔管绒生长茂盛 青绿色叶片巨生之顶 本地原生种三科 青肝竹 可作高绿梨 撑肝棚架 肝结尖除去外皮 挖下中间层 就是中药的竹茹 用于清热 制兔学等 属和本科 清代正板桥写道 秋风昨夜 度萧香 触石穿林 惯作狂 唯有竹枝魂不怕 挺燃香斗 一千场 变叶木 名符其时 叶形甚多变化 颜色亦有多种 变叶木的叶子颜色 会产生那么多变化的原因 主要是受到温度的影响 变叶木 雌雄一株 雌花九瓶状 雄花球形 有些品种 绿叶上散生黄点 婴儿又鸣 撒金蓉 叶叶木是长绿灌木 全株聚乳状液体 有毒 数大几颗 木麻黄 在联合和新亚之间 以岩石为主的山坡上 有一行大树 于大风 烈日 烈土下 茁壮成长 它是木麻黄 因生命力顽强 成为荒山 海滨的先锋树种 木麻黄外形 自松树 但为被子植物 根属 罗子植物的松 不同科 源自澳洲 木麻黄科 短碎鱼尾葵 短碎鱼尾葵的叶形别致 气壮 一旁系列似鱼尾 很容易辨别 短碎鱼尾葵的茎 多株生在一起 如小树丛 茎部长出分支甚多的花絮 结深紫红色果子 据记载 浸的淀粉可食用 原产中国 棕榈科 别名 小鱼尾葵 黄花夹竹桃 有毒植物 枝条折断处流出有毒枝叶 与红花夹竹桃 同属夹竹桃科 象牙花 象牙花原产于南美洲巴西 属小型落叶桥木 细生于水旁和湿地 冬落叶春开花 开花后才出新叶 花形似红色象牙 长在光秃秃的枝条顶上 非常突出 属蝶形花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